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京中医药学会肺系疾病 省双创研究会医养融合 南京中医药学会 名家流派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呼吸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肿瘤 妇科等疑难杂症 和儿科常见病的 临床 教学 科研工作 大家好 我是南京中药大学的金鹿 是 你看 现在这个女性 你也是女性代表 是的 杰出女性代表 让儿科技 自从像我们男人 就有了孩子之后 可能我们对女性的关爱 可能就有了一个 更深度的认知 确实你看 你先拿我老婆来讲的话 然后又要上班 又要带孩子 是吧 有时候还要受我的气 因为我们做男人 虽然很想做好 但是有时候总是达不到 老婆的标准 所以你会发现 女性自从生完孩子之后 慢慢的 她们的脾气 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你会发现 有一点点的小时 她可能就会 就会无限地放大 会跟你讨论 为什么你要这样 然后脾气差了之后 你看她的脸色 她的心情 她整体的这个状态 跟刚结婚那会儿比 说实话 我是看到明显变化的 然后也深深地心疼 但是我不知道 该如何去帮助她 所以可能生活当中 有很多困扰的 这样同样困扰的人 会有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就问一下 这个金博士 为什么女性这个压力大之后 脾气 易怒的状况 就会表现出来 我们说 古代一家叶天室 在林郑指南宴当中 提出了 女子以肝为先天 我们说肝脏 它是主情志的 喜调达而无抑郁 肝又藏血 所以如果说你这种情世 病变比较多的话 经常的 郁郁寡欢 忧思 其实女性也有很大的 一个压力 像杨老师刚才说的 要工作 还要家庭 那么这个时候 有些事情 它也不一定表现出来 那么它就会自己想 一个事情 就翻不了篇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也会出现 这种 脾式 水谷精微 这个时候你会出现一些 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 所以女性的脸色 就难看了 对对对 真的发黄 真的就是黄脸婆了 对 那么还有就是这种 它表现出来的 就会跟你发火 生气 对 它要张扬的 那么这个就是 干气与节 干于化火的一个表现 那么可能你就会 发现它脾气改变了 对对对 不像以前那么温柔 悬疏了 那么还有脸上长斑了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 归结于我们的一个 肝脏本身的 肝的一个功能 生理功能 输泄啊 藏血啊 等等这些 就是如果啊 就我们做老公的 爱人压力这么大 他发脾气是一种宣泄 然后对身体有好处 那我们忍的也就算了 可是他 一直这样的发脾气 是不是会对身体 造成很大的伤害呢 会导致一些 疾病的发生呢 肯定会啊 我们说很多疾病 不管男性女性啊 那么因为我们女性 是以这个肝为先天 女子以肝为先天 所以她很多的疾病 都起源于一种 气息的抑制 一开始这种气欲 你不能发现的 可能你会发现 她的脾气慢慢地在改变 它一开始都是从一种 无形的气息的抑制 慢慢到有形的 血淤的流快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系列的病变了 也就是像我们刚才 杨老师讲的女性会出现 肝肌上的病变 从上往下 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结结 乳腺的增生结结 那么还有什么 月经不调 那么还有暖操囊肿啊 子宫自流 甚至到妇科的恶性肿瘤 那么还有就是黄河斑 等等一些 是是是 所以这个老婆发脾气啊 虽然你得忍着 但是呢 你忍完之后 你还得找到原因 帮她去调整 对吧 因为这个一个家庭里面 所有人的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帮她去调整之后 你家庭才能够更加健康 然后幸福地去存在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不能忽视 我们身边的女性 然后脾气发生变化 就放任她 说我躲得远远的 你既然发脾气 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也许这种逃避和躲 更加会激发女性的这种 生气 会觉得你不负责任的一种状态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 可能你作为一个听众 会比较好 你让她 你如果是那种忧郁型的 你可以跟她去说 多聊一聊 多一些关心 如果说真是那种 脾气火爆的 干火旺的 那你就让她把火发出来 对 不要去对她 闷在心里 就可以 对 是的 然后很多男性 包括我自己 以前我检讨 也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是主持人 我特别喜欢用道理 去说服别人 你会发现 如果你跟你爱人去 她发火了 有时候女性就发火 她可能是因为 生理所带来的一种变化 然后你就会跟她讲道理 其实男人跟女人讲道理 才是最大的没有道理 是吧 这个时候不要讲道理 刚刚金博士说的好 倾听 对 点头 做一个听众 对 等她的情绪平衡下来以后 你再跟她去探讨 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改变方式 和沟通的一种方式 这样就会缓和一些 对 不要上来以后 你会觉得讲道理 哪有那么多 婚姻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 加上去讲情的地方 对吧 对对对 讲感情的地方 除了这个心理压力大 脾气变坏之外 当然还提到了 会有很多的这个 妇科疾病也会随着 这个年龄啊 包括压力大而发生 对 对吧 会有哪些 包括我们那天聊到 就是卵巢的早衰 也会导致一些 对啊 不可疾病的发生 对 你这个激素水平 如果说你到了这个 更年期左右的话 那可能你会有 更年期综合症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烦躁 失眠 倒汗 五星烦热 潮热 那么还有其他的 像这种月经的紊乱 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的 因为激素水平下降 或者不稳 导致的躯体的 或是精神心理的一些表现 远期可能还会出现 密钥生殖系统啊 甚至是心血管系统的一些改变 骨质疏松啊 所以他的危害还是相当大的 是 可以说 为什么说女性的年轻的 最宝贵的光阴 就是那么二十多年呢 因为二十多岁以后 然后嫁人生孩子 生完孩子之后 可能女性的这个身体跟心理 就会要进入到一个 全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会非常非常的关键 一直到它的更年期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重大疾病 很有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 爆发出来 我们刚刚之前也说到了 更年期 如果更年期 你不注意自己的调节 自己心理的调节 包括身体上的调节 会有很多一些大的毛病 会找上去 对啊 这些毛病 比如说像我们中医所讲的 也有月经不调这个病症 那么或者说这种 头晕 头痛 悬晕的表现 汗症 自汗 倒汗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 像这种预诊 我们中医讲预诊 可能也跟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 那么再有就是 我们所讲的不美 睡不着觉 那还有一些更严重的病症 刚刚说了恶性肿瘤 其实也是跟这个很有关系 对 那它已经是从气机的预治 到了有形的血液的流快的过程了 已经病成根了 很多人会想不通说 我只是心情不好 我只是容易发脾气 为什么会得癌症 会得恶性肿瘤呢 这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因为说实话 我们身边能看到很多脾气不太好的 喜欢穿牛角尖的女性的长辈 最后真的就是乳腺癌 或者是子宫癌 卵巢癌 就发生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系呢 跟心情 跟心情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还是跟我们所讲的 气机的预治 它是无形的 因为你不注意 比如说我今天 一件事情 我想来想去想了半天 或者第二天 我又跟孩子辅导作业发火了 或者说跟老公又生气了 因为一些事情 没有共同的一个意见 那么这都是一些无形的一些因素 它倒形成有形的血液的流快 可能是两性的 比如说子宫肌瘤 暖潮囊肿 如果日积月累 这种病邪时间长了 就会成恶性的 变成妇科的恶性的一个肿瘤 所以我们现在 对于肿瘤的干预 不仅仅是女性 包括一些男性 男性刚才我们也讲了 他也有个年期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阻断这个过程的进展 过早的阻断 就会防止它这种 不然后果的产生 那么有点类似于 我们西医所说的 截断疗法 那么怎么截断 那就要想办法 调唱情志 疏干理气 从源头开始调起 对 源头就是什么 你心情首先要舒畅起来 对对对 你心情舒畅起来 导致就中间那一部 所谓的良性 这个病症的 对对对 几率就会变小 对 那就阻断了最后 恶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因为你最后到了一个 有形的血液的流快的时候 就已经什么 没有办法改变了 它成型了 那我们再用软肩散结 活血化育的药物去治疗 你倒不如一开始 给它一个疏干理气 对 健脾啊 补气 补气血 那么我们说 中医讲 气型则血型 你气血调打了 一个人就很安和 阴阳也平稳了 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明白 好 那如果我们要开始 从源头抓起 女性 她发生了这样压力大 然后情质的改变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 好的方子 就可以立马用上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张方 就是我们宋代 太平慧民和祭局方的 逍遥伞 或者说就叫逍遥丸 因为我们说 丸者还野 终于有丸散高单 不同的这个技型 那么我们逍遥丸当中的 药物组成呢 主要是有以下几位药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所讲的什么 书干理气解育的柴壶 它是军药 那么因为柴壶本身 它是有 作为干精的这个引精药 所以它又成为 我们的一个 君臣佐食的食药 同时我们柴壶 还可以配合我们 日常比较常用的 宝汤用的什么 当归 当归的味道也比较好 我们有一个药 现在叫当归凤爪 凤爪 还有当归炖鸡 对 当归炖鸡都可以 它可以起到一个 羊血和血的一个作用 再有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白烧 白烧药 那么当归白烧和柴壶 一起配武 特别白烧它能够什么 羊血 它能够揉干 干气不舒了嘛 揉和一下 那么还能缓急止痛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会用到一些 佐药 像白竹啊 像茯苓啊 像干草 可以健脾补气 提高它这种 脾韵的一个作用 有助于气血生化的 一个源头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会用一些 像薄荷 还有清透 干热 干育 的一个作用 那么还有像 生姜 能够温中 也能够腥散打育 整张处方呢 还是比较平和的 是的 逍遥丸光听这个名字 就对这个 情质的上面的问题 对对对 没有帮助逍遥啊 对 让你开心起来 开心起来 就不要去想那么多 烦心的事 就逍遥起来是吧 对 好像萧阳丸 她还有其他的 这个适应的症状 她是不是 还有一个说法 叫妇科肾药 对 因为女性 刚刚说吗 肝围先天 她有好多 这个疾病的表现 比如说抑郁症啊 就是比较安静 那种类型 自己想想的 但其实她也过不去心理 对 那么还有就是这种 焦虑狂躁型的 要发火的 那么还有像 这种黄鹤斑 或者这种 慢性的疲劳的综合针 男性女性的更年期 这些都是可以 加减进行运用的 所以临床治疗范围 是比较广泛的 不仅仅是用于 我们所讲的 这个女性的月经不调 当然女性 肝围先天 她月经经代胎产 关乎她一辈子的 一个生理过程 所以男性 也是可以用逍遥碗的 可以的 你想逍遥 也可以用逍遥碗 我可想逍遥了 因为现在大家压力 都挺大的 就如果我发现我自己 就是我作为一个男性 我发现我自己 可能最近 好像繁星是比较多 然后这个繁星 可能会导致我 身体上的一些 不舒服的状况 其实我是可以考虑 用烧药丸 然后来给自己 稍微调解一下 对啊 烧药丸它可以 这个主要是 干皮不调整嘛 所以输干一次 也能够 健皮啊养心血 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像之前听说过 其实龟皮丸 在很多的这个 适应症方面 好像跟逍遥碗 还有所相似 有相似 那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有的患者可能不明白 我到底该用龟皮丸 还是该用逍遥碗 我们说逍遥碗呢 它是干皮同调的 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 干筋和皮筋的 一个病变 比如说我们出现的 这种郁梦啊 心情不舒畅啊 晚复的胀满啊 食欲的减退啊等等 那么龟皮丸呢 它主要是一个 心脾同质的 对 针对干预我们的 心筋和脾筋的 比如说有心肌啊 气短啊 那么食少 便糖啊 法医啊 倦怠啊 所以虽然都有一个脾筋 但还是有治疗的不同 一个偏于可能养心血 补脾气更多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的肖尔丸是 偏于什么 干脾同调的 酥干与气 健脾 所以肖尔丸感觉好像 它的适应范围更广 然后龟皮丸可能 它的更针对性 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龟皮丸 如果养心脾 对吧 然后肖尔丸养肝脾 对可以这样说 就是有交集 也有不同点 也有不同点 那生活当中 比如说 我们的女性压力大了 然后脾气变坏 除了用药物干预之外 还可以用一些 什么样的食料的方法 多吃什么 有助于恢复和调节 我们说可以吃一些 像这种女性 因为一个干气不舒服 我们可以用一些茶饮 比如说像我们 大家老百姓都知道的 玫瑰花 对吧 那么我这里还给大家 推荐几朵花 刚才也讲过一个 荷欢花 解月安神的 那么还有像绿梅花 学名又叫绿厄梅 那么它主要是起到 一个梳干气的作用 配合我们的玫瑰花 能够梳干 还能够养干血 如果说有一些 这种内热比较明显的 有一些干燥的 口舌干燥的 可以加用我们所讲的菊花 就是平掉了 它的这种温燥的一个性格 所以几朵花加在一起 我们说可以起到 比较好的梳干 养血 清热的一个作用 那是有没有什么食物 要是同源的食物 是既好吃 然后能过嘴瘾 同时也能把这个问题 解决掉的 这些食材 这里我想跟大家推荐 因为女性本身 虽然以肝为先天 肝藏血 平时如果说这种 优丝伤脾的 又会有气血不足的表现 那么你可以吃一些 像红枣 我们还有一个叫五红汤 五种红颜色的东西 红枣 红豆 对又叫吃小豆 不能是大的 像那种小的 小豆 五小豆 然后还有枸杞子 枸杞 那么还有红皮花生 红皮花生 就是我们讲的玫瑰花生 就不要把皮去掉 带皮 对 大家知道我们的 花生皮 对 就要花生衣 它有很好的 养血补血的作用 那么再有就是 适量的红糖 如果说你没有 血糖增高的话 就可以 那么还有像 我推荐的一种水果 就是叫木瓜 木瓜 对 木瓜可能老百姓 会觉得是不是丰胸的 对 有些说法 好像这是个谣传是吧 对 我们说其实它的主要作用 不是在于此的 木瓜主要可以起一种 什么 贱皮和味 化石 输筋 活络 能够美容养颜的 还能通便 所以女性吃的效果很好的 明白了 那有什么食物是在这个阶段 最好不要去吃的 估计就是一些伤 干皮的食物 对 对对 就是一些新造的 我这里不建议大家吃一些 比如说像芒果 榴莲 龙眼 荔枝 好像这些火都挺大 对 如果干火旺的 就不合适吃 当然如果你是本身的 气血不足的 你吃一些龙眼 也可以的 这气血不足 你感觉好像力气不够的 对 你吃一些龙眼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如果你感觉你劲很大 对 骂老公骂起来特别带劲 对 然后火气特别旺 你再吃榴莲 再吃龙眼 芒果这些东西 可能要火上浇油 对 比如说你平时表现有 牙龈肿痛 口腔溃疡的 蛇肢比较红 没有胎的 这种口干烟灶的 就会不太合适 你看 所以中医的这个博大精神 就在于 你看我们发脾气 就要发火 然后我们中医就是 意思就是 你要把这个火 要卸下去 对 就针对心态 把你的火要灭掉 就像消防员一样 是的 把它灭掉 然后你不发火了 你的身体各方面的这个技能 马上就会变得有所不异样 对 因为我们说火 就像烧开水一样 会耗阴叶的 火肾就上瘾 肝肾不足的表现都来了 白头发 掉头发 口干舌 造物心烦热 更年期症状全部都出来了 还影响睡眠 你看 今天就说了好多好多 包括水果怎么吃 金博士都给 这个脾气大的 这些压力大的女性们 都说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 要根据 你的不同的情况 要针对性地去调整 最后 我刚开头就说了 我说其实金老师也是 正好这个年纪 我相信你也会有很多身体上的一些改变 不会的 您对这些压力大 或者是目前在快要进入更年期 或者已经进入更年期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在生活 包括心理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您平时是怎么调节自己的 说到这个都惭愧了 因为我们平时的工作也是比较忙碌 明白 在学校也是依教研 那么也有家庭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建议广大的女性朋友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 那么还是要从日常的生活做起 我们说健康是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的 包括我们的饮食要规律 我们的作息要规律 要杜绝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那么再有就是 首先要爱好自己 再去爱别人 对 要关爱自己 就是我觉得 女性可能到了这个年纪 不要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 这个火和这种情质的改变 最终来自于哪里 是对别人的欲求不满 所导致自己内心的不满 对 做到佛系一点 上升气 是的 人生就是如此 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不要太过钻牛角尖 不要对身边的人太过苛刻 也不要对自己要求太过完美 是吧 好 感谢金老师今天的分享 也希望所有的 有这种情况的女性朋友们 今天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健康养生的知识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非常注意的官方粉丝团 你也可以下载抖音快速的经验头条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非常注意会有权威名 为您再现答应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